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联邦大佬张安乐扬言强公立法院议场 反服贸学生代表林非凡说 学生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 有信心守住议场 大陆广东贸民市上万市民周日 游行康里政府建设化工厂 当局出动大批武警镇压 造成八死两百多人受伤 英国帝国杂志电影讲结果揭晓 好莱坞影星汤姆克鲁斯 荣获终身成就奖 无间新闻一开始 但你关心 318反服贸太阳花雪潮 已经进入了两个礼拜 曾经长期居住中国的竹联邦大佬张安乐 扬言强公议场 学生代表林非凡说 学生坚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 如果有其他团体出现不理性的行为 他们有信心守住议场 今天下午有其他不同的团体 可能会来到这个国会的周遭 那我们会尽力 维持住国会议场内的这个秩序 我们会在国会里面继续坚守 我们也呼吁大家 我们也呼吁大家 一起守住国会 在国会的议场周遭 我们继续守住国会 那无论今天下午的状况是怎样 我们以一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 维持住国会议场内外的秩序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大家 继续坚守下去 一起守住国会 林非凡说 如果对方有诉求 学生代表会出面接意见书 但不会让对方进入议场 避免冲突发生 议场下午将实行指出不进 而早上议场内的气氛停静 学生还禁止了大扫除 大扫除 清理议场的环境 至于议场门口警方则是持续戒备 防止任何冲突发生 针对两岸服贸协议 快速通过造成的社会不安以及疑虑 国民党党边林洪池表示 已经两度请辞并公开道歉 而导火县赵伟张庆忠 则排定要在明后两天 在内政委员会重申两岸服贸协议 行政院在3月23日以2000多名的警力 驱离占领政院的学生以及民众 甚至引发流血冲突 引发这个学界跟民间的反弹 目前已经有2000多位的网友联署 要求弹劾行政院长江仪化 以及警政署长王卓君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官员 要负起他的法律责任 要负起他的政治责任 这是我们做的每个公民都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那边站出来要求谈何监察 要求监察委员来谈何 主动谈何调查这些官员 短短两天收集2000多人的联署 不满行政院草率通过服帽 又在323当天暴力虚拟 违反比例原则 网友来到监察院 从网络号召化为实际行动 要求监委启动调查 谈何行政院长江仪化 以及警政署长王卓君 要他们负起政治责任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日本消费税4月1日起 从5%调高至8% 国民年负担而将增8兆日元 日本民众抢在加税前到百货公司 大卖场扫货 还大局买进黄金保值 东京易经失业者 3月业绩暴增超过4倍 美国联准会主席叶伦31号表示 劳动市场仍相当贫弱 证明联准会非常的宽松政策 仍有必要继续实施一段时日 美股道琼工业指数31日 早盘应声静阳156点 标准不会500指数迈向连5G收红 3月31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报价 6.1521元 再创年内新低 触及6个月来低点 专家认为人民币连续贬值 可能造成钢铁 房产等 五大行的破产潮 脸书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提交申报资料 执行长祖克博 身价将近270亿美元 握有脸书61.6%的表决权 而去年锦领象征性的亿美元年薪 他与苹果已故共同创办人贾博斯一样 都加入年薪亿美元职热部 新唐人亚特电视这里报导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法国巴黎演出 一位巴黎科剧院的南高音说 自己像孩子发现宝藏一样 冥上了神韵 大陆广东冒民事上万事民上周日游行 抗疫政府建设化工厂 当局出动大批武警镇压 造成巴死200多人受伤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与尖新闻 欢迎回到新唐人五间新闻 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 目前正在法国巴黎演出 一位巴黎歌剧院的南高音 在观赏完神韵演出之后 他说自己像孩子发觉了 至宝一般迷上了神韵 霍优优独播剧院是活跃在世界舞台的南高音 在巴黎 柏林 蒙特利尔 东京等歌剧院演唱 第一次看神韵 他像孩子发觉了至宝般迷上了神韵 我确认我确认 神韵将他带入那绝妙的梦幻世界 似乎唤醒那久远的记忆 新唐人记者仁静 来关心中国讯息 中国广东省茂名市上周日有上万的市民 针对政府建设PS项目进行游行抗议 却不幸的在晚上七点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 马上带您来关心茂名市的情况 上午八点起 上万市民持PX项目滚出茂名等横幅标语 游行值茂名市政府要求停建PX项目 晚上七点 市民再次聚集市政府 警方使用催泪弹 高压水墙等暴力方式强制驱离 据网上消息 市民烧毁了一辆警车 疑似市场的作家也被砸毁掀翻 治安亭 天桥 红绿灯 广告牌 围栏等席数被砸 政府险些被占领 至凌晨三点冲突仍在继续 被警察打伤的市民有两人死亡 反正化工厂离我们的市中心是很近的嘛 就相当于是放一些原子段在你家里 就在那个市政府那一边吧 从小上很多人上街 中午的时候有消停了一会 晚饭的时候就出现了民警打人啊 打死人啊 华州啊 茂名啊 高州啊 官兵啊 武警啊 都有来了 据了解 茂名PX项目 由市政府与茂名石化合资建设 选址距离市区仅有7公里 PX被认为会污染环境 危及人体健康 近年来 厦门 大连 昆明等多地城市 都发生过反对PX项目的大游行 新唐人记者熊斌舒灿采访报道 2011年乌坎村村民户地维权运动 曾轰动一时 当年争取到的权力之一 在礼拜一举行村干部选举 但村干部候选人杨色毛表示 管辖乌坎村的陆丰城政府 对候选人不断施压 有人被以贪污罪名拘留威胁 3月28号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到访德国 德国总理梅克尔 在会见习近平时 都提及中共的人权 言论自由等问题 但中方并未就此做出任何回应 中国的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 据加拿大学者费利彭 2009年发表的调查 大陆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人 中国卫生单位指出 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 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 40%患有抑郁症 3月30日 香港多地罕见的出现冰雹 暴雨横行 港媒称 三月下冰雹是26年来的第三次 最近两次都发生在梁振英上台后 有网民讽刺 这是梁振英寻求连院 讨好中共的意向警示 新唐人海电视整理报道 关心马航消息 马航NH370班机失踪 已经超过三个星期了 澳洲总理艾波特 星期一表示 搜寻行动没有时间限制 要一直找到飞机为止 星期一 共有十架飞机和十艘舰艇 参与了搜索行动 阿波特在珀斯海军基地 与来自各国的搜寻人员见面后说 澳大利亚将尽所能继续寻找 相当一段时间 最近两天搜救人员发现了很多漂浮物 但没有任何一件确认与失踪飞机有关 澳大利亚海事专家称 目前的搜索海域 临近当地俗称垃圾区的海域 预计将会有更多 与MH370无关的漂浮物出现 给搜索工作制造困难 阿波特承认 尽管已经运用了所有掌握的技术 来解开这个谜 但搜救工作仍相当困难 星期日 澳大利亚设立了一个协调中心 统筹协调各国搜索行动 为失踪者家属提供帮助 澳大利亚前国防军总司令休斯顿 将负责这个中心的工作 新台人记者李贝综合报道 马航失踪班机的家属 31日抵达吉隆坡 集体向当局要求真相和道歉 同天 澳洲派出了一架侦察机 在博斯以西海域 发现了四件可疑的橙色物体 但需要进一步分析 是不是马航MH370所有 四面环海的马绍尔群岛 一项以美丽的海景著称 不过随着全球暖化海水上升 岛国的土地正快速消失 有专家表示 马绍尔群岛在未来的15年到50年内 可能将从地图上彻底消失 英国皇室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 即将带着儿子乔治王子 前往新西兰 澳大利亚 进行亲民之旅 出发之前 英国皇室公开难得的全家福照片 威廉夫子俩普世窗外 脸上洋溢着幸福 八个月大的小王子 也好奇的您是狗狗卢博 法国三十日举行的第二轮地方选举 结果出炉 由现任巴黎副市长西达尔哥获选 成为巴黎首位女市长 新唐人海电视真理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英国帝国杂志的电影奖 结果揭晓 好莱坞隐心汤姆克鲁斯 荣获终身成就奖 同济会推广古造童万 打蛋猪丢沙包和跳格子 让大小朋友玩得不予乐乌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欢迎回到新唐人五间新闻 先带您看到娱乐的消息 三月是诞生电影奖的月份 最后一个电影大奖 帝国杂志电影奖 在上周日晚间 英国伦敦颁奖 好莱坞影星汤姆克鲁斯 以及老牌巨星阿诺什瓦辛格 都出席颁奖典礼 让伦敦的影迷一睹明星风采 影迷们早早来到格罗夫那酒店 等候明星们的到来 汤姆克鲁斯荣获终身成就奖 盘基从莹感受 他表示学无止境 阿诺斯瓦辛格 火班动作明星终身奖 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爱马汤姆森 一身素色贴身裙装 简洁朴实 但她内心却喜欢夸张 这次帝国杂志电影奖 一些影帝拿下最佳影片 饰演大梦想家的海马康普森 和饰演下流刑警的詹姆斯·麦艾维 分别拿下影后和影帝的宝座 但您看到最新的消息 针对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 准备号召2000人进入立议院的行为 台联立议院党团总招赖正昌质疑 中共黑帮阻扰学运 今天亲自到警政署 要求警方关切查办 我们联系到在警政署前线的记者林宇 带您了解林宇 好的主播 昨天传出黑帮势力白狼和反反谱包团体 将号召2000人进入议场 对此台联立委表示 绝对不容许中国黑帮势力 介入台湾学运 并特地来到警政署 预期警政署长务必增派警力 保护学生安全 不过目前为止 仍没有看到立院士州的警力有任何动静 这个白狼有公开的说 今天他们要动员人来立法院 来驱赶这些协生 那我们认为说 这是一个非常不妥当的一个行为 我们从礼拜一天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协生是一个合伙的黑帮势力 进来我们台湾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因为台湾的民主化 已经大家这么辛苦 走了这么几十年来讲 这个黑道或者是中国的势力来讲 他们要干扰我们 这个是对我们的台湾的民主化 是会让它大幅的倒退 以上就是现场这些情况 好了谢谢林渝 那反服貌太阳花 学潮持续扩大 昨天立法院议场变成了电影院 场内学生一起看电影Cano 原来是监制魏德胜 感谢学生捍卫民主的决心 让电影版权在立员艺场播放 一起思考台湾的未来 在这封信里面 其实魏德胜导演他透过在电视上看到 我们这些同学占领立员的过程里面 让他去想说到底是谁在决定 这一个台湾的未来 那他想要去呼吁的是说 当今天是这些大人物在决定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正在即将面对这些未来 投影机投射在最大的墙面上 晚上八点多 一场内学生一起看电影 从八十多年前 加农学生写下的甲子园历史 反思现在台湾年轻人 努力突破的两岸黑箱操作 这场首次在一场内的电影放映会 别具意义 330反服貌凯到大游行 涌入了50万名黑山军 火动尾声乐团灭火器和全场的民众 还举起了手机 齐唱岛屿天光 场面温馨感人 这首歌曲由灭火器的主唱 杨大正所创作 因应太阳花学运而诞生 此取感人 网络上MV的点击率 更突破了40万 远在佛罗里达州的海外华人 也用这首歌曲为台湾加油 海下变成一片荧光海 乐团灭火器带着50万黑衣军现场 太阳化学运之歌 岛屿天光 歌词感人 唱入美味民众的心坎林 驻守立院的同学们 也齐声现场这首歌曲 我希望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黑夜很难熬 可是我们都不会退缩 因为我们不愿意再面对更多的恐惧 所以我们一定会变成更勇敢的人 岛屿天光这首歌 由灭火器主唱杨大正前次作曲 3月23日杨大正前往立法院 反复帽学生代表林飞凡跟他表示 现在需要一点温暖的力量 于是在短短的两天时间 就诞生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的MV 在网络点几率已经重破40万 网友留言回应 MV洋葱满满 远在佛罗里达州的台湾民众 也在3月30号当天 同样现场这首歌曲 为反复帽的民众一同加油打气 新台湾的电视台湾台北 站立报道 后天就是儿童节了 带您去看全台50所小学 同步举办的古早童晚推广活动 包括丢沙包跳格子 让大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瞄准将弹珠射出 局长议员小朋友 大家蹲在地上一起玩弹珠 个个都好开心 在没有电脑手机和电子游戏的年代 打蛋猪 伸昂阿彪 跳格子是当时小朋友最美好的童年回忆 国际统计会希望能找回日渐没落的台湾古早童晚 我希望小朋友要减少玩3C电子游戏 另外一方面我希望我们的长辈 父母可以教小朋友来一起玩童晚 来将我们古早台湾本土特色的游戏 再次的带回到我们的社会 继续的流传下去 很开心又很有趣 跳格子 跳格子 我觉得比较好玩 为什么 因为常常那个你打下来就都是你的 玩沙包 因为沙包在抛的时候又要放沙包 难度很高 4月3号儿童节 全台50所小学将同步举办丢沙包 打蛋猪 跳格子等童晚大闯关 要让小朋友在儿童节留下特别回忆 再度掀起台湾本土童晚的热潮 经常也在电视 秋天洗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以下带您关心 4月1号全台各地 以及世界各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平均 并连 Da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天新闻 我是李晶晶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